一、手掌比较厚实的人。 手掌厚实的人财运丰厚,一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,属于很有家底,他们在生活中,收入也高,常常不缺钱花,一生容易不为天发愁。 二、手掌中心处凹陷的人。 大家可以把手伸开探屏以后,如果手中间的手心处有一个明显的凹陷,即手中间有凹藏,这样的人很容易富有,有钱花,并且还有存款。 三、手中多钱财文。 在靠近你的无名纸和小纸根部的下面,如果有很多细小线,这些线就属于钱财文,这些线是越多,越清晰,就代表着生活中越有钱花,才圆不断,尽才知道比较到,属于从不缺钱花的手下。 四、手中有元宝形状的人。 所谓元宝形状,即接近于梯形,手中的这些线,如果能组合成一个梯形状,并且封不便宜,这属于大的财库,有财库代表着财后积蓄多,容易有很多的资产,如房子、车子等。 王水清老师认为,这类人属于不缺钱花的手下之一。 五、整个手型比较细长。 手指长,整个手型看起来比较细长,这类人在财运上从不干一些类的体力活,往而选择既收入高又轻松的职业,并且他们喜欢开支,享受生活,为了使自己不吹钱花,他们想法挣更多的钱,这类人属于收入多,开支多的人。 六、手掌颜色红润的人。 伸开手掌,如果手掌苍大并且发应,则代表着劳累辛苦,在钱财上比较紧张,如果是白白的手掌中有几份红了。 这样的手下,属于有福的手下,他们往往不需要多大的努力,便会富有,从不缺钱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